陳氏植苗金准寧 以讀不回Book Channel 大家好 今天又是來到 以讀不回Book Channel的無定向會客室 我知道大家一直都不想放開我們的嚴肅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讓他來多一次 Hello 大家好 我們都可以說是銀幕的怨女 我簡直心裡就生出了對這個世界的憤怒 你怨我不是我怨你 當然啦 我沒有怨才說 公怨私怨都沒有 女人怨你的時候你說沒有怨 假裝高尚的其實更差 知道嗎 憤好了 今天要講一本比較憤怒的書 有一本日本很出名的作家 三島由紀夫的作品 有很多人覺得甚至是他最好的作品 就是金國子 都很出名 對 非常出名 我猜大家去日本京都旅行的時候 都有機會去過金國子的景點 沒有可能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來做甚麼 但其實大家如果有去的話 可能都有留意 現在看到的那個金國子 並不是原本的金國子 因為建立在14世紀的金國子 已經在1950年被一名有精神病的憎人 燒毀了我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只不過是重建之後的金國子 特別是金碧輝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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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原本那件更加 其他人可能會覺得 這件事只是一件精神病引起的事 但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 非常認真對待這件事 為此做了超級多的訪問和調查 最終寫成了金國子這本小說 我聽人說金國子是很變態的 是不是真的 其實不是很變態的 金國子這本小說是說甚麼 其實小說的主角 叫溝口 是一個佛子住持的兒子 但自小患有嚴重的口吃問題 即是說話漏口 而這件事令到他和世界 彷彿像一層隔膜一樣 每次他想說話 都會很用力的才能開始說一字 令到他想透過語言和人溝通 和世界接觸 總是萬人一拍 用主角自己的語言來說 就是世界去到他那裡 好像已經不是那麼新鮮 即是你作為一個說話那麼快 那麼大聲 和世界關係那麼直接的人 你明白這種感受嗎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很好 就是他令到我試到一個 從不同角度看的世界方式 主角成長其實是 成長在一個離開京都很遠的地方 但是他父親 從小到大已經跟他說 人世間沒有任何東西 比京都的金國子更加美 這個想法 深深地印在主角的腦海裡 所以雖然主角從來沒有見過 真正的金國子 但每次他看到陽光 在那些遙遠的水田中閃耀的時候 他就覺得 肉眼看不到的金國子 就在這裏投影出來 所以對他來說 金國子可以說是處處皆是 那結論就是 無論什麼年代 其實FF能力都很屈膝 因為古有溝口 幻想未見過金國子 這麼有一堆讀L 都是FF不存在的女朋友 對 未見過金國子 可以體會到金國子的尾 但後來主角的父親 又大同主角 特意去金國子找自己的舊朋友 因為他希望之後 可以收留主角 在這個旅程中 主角在大白天裡 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金國子 但這些時刻 竟然一點都不感動 他覺得現實中的金國子 不過是一棟殘舊烏黑的三層小建築 最搞笑的是 尖頂上的鳳凰 看來反而是像一隻烏鴉 整個金國子不單止不靚 還給了人一種不協調 不穩定的感覺 主角只是覺得 心中幻想的尾 背叛了他 我覺得很有趣 他背叛誰的關係很有趣 真的 我不夠你想得那麼靚 我現在有問題嗎 所以 對 你說我不靚 你不是說我不靚 有沒有若望有聚會 傳個圖給他 OK 出來之後發現 不是心目中的靚 那樣子 究竟是誰背叛了誰 你玩Tinder 我沒有 我沒有 故事發展下去 主角最終去到金國子的時候 得到住持的常識 推薦他去讀大學 原本還有機會接班 做金國子的住持 但是 因為之後發生在主角身上的一系列事件 最終主角不單止 對住持的師傅越來越不滿 主角自己的行徑 越來越悶度 最終故事後結尾 主角就一把火燒了 一直營養一個心頭的金國子 主角原本還想跟金國子同歸於盡 但誰知他打不開金國子頂樓的鎖 所以最終決定拋下 他原本原本是自殺用的 賭仔和安眠藥 逃你一現場 蘸起了一支香烈 說了一句 不能視活下去吧 所以某意思上來說 有些人會把這本小說看成 對主角的心理描述 探討主角如何受到他人和世界的種種壓迫 最後產生了扭曲的一些觀念 變成走火入魔 將金國子扶之一腳 但我認為更好的閱讀 是尋找三組有幾夫如何透過這本小說 表達他的語言 真實 死亡 尾等不同的問題的看法 我經常跟你說話 都希望你真的漏口 你說得太快了 我有時說得漏口 太快了 我不怪你跳了後兩個字 或者吃了半個音 變成有漏口的效果 變成有漏口的效果 關於這個故事 第一樣要說的就是主角漏口這件事 當然現實世界中 火燒金國子的皇上真的漏口 不過在小說中 其實安排主角漏口的這個情節 我覺得有更深一層的意境 他在表達主角如何被 由語言和概念組成的世界 所拒絕和遺棄 因為他不能清楚表達自己 其他人都會嘲笑他 語言就像一條鎖匙一樣 他可以打開意義的門鎖 貫通內心和外面的世界 而且主角自己的情感 欲望、意志等等 都因為不能夠流利使用語言 而變成石化 和一般人不一樣 什麼叫石化? 就是變得有點鈍 變得好像萬三拍 甚至整個情感的世界 好像跟其他人完全不同 這樣主角停留在自己的內心世界 和我們覺得 滿有理罪和意義的世界 可以說是格格不入 行為上 主角會做很多其他人不能理解的事情 例如神這麼做 他偷望他的暗戀的對象 叫做有為子 很正常 但叫瘋狂在哪裏呢 就是他無緣無故偷偷偷看 衝出來才停了他的單車 但他衝出來之後 又不法一言地看著他 有為子就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以為他只是在搞惡作劇 更加重要的是 主角看到的世界 和其他人看到的世界 是截然不同的 從主角的目光 我們可以看到一支 經過所謂密身發處理的世界 好像從一個不同的目光 去寫一支我們原本熟識的事物 我們對事情在完全不同的角度 例如 他見到有為子殉情死亡的時候 他用一種冷眼旁觀的視點 是很特別的 又例如 他父親過身的時候 他不是覺得傷心 他甚至不覺得自己是向父親的遺體告別 他覺得只是在觀望父親的遺容 是否有點像和異鄉人的狀態 是有點像 但他很有趣 他異鄉的狀態 是透過他漏口而出現 所以是很扣連到 概念世界在那裡 就是因為他漏口 所以他的概念世界 和語言世界和我們不同 從而像萬三拍一樣 看到的東西和我們不同 在整個小說裡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二元對立 例如美和醜的對立 生和死的對立 永恆和一瞬間 或者永恆和毀滅的對立 健全和殘缺的對立 在這一組組對立裡面 一般人的世界是會歌頌前者 變低後者 但主角口吃的世界 就令我們看到一些對立的顛覆 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一組組的對立 或者我們可以用另一組的對立作為比喻 可以更加好地理解整個結構 這個就是他裡面都有用的 白天和黑夜的對立 白天不倒夜的黑 是呀 沒錯 真是自然清晰突然 這個對立其實不是那麼多人強調 但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就是白天可以說是陽光明明的世界 因為陽光一切都變得一清二楚 就好像一個能夠說流利語言的人 可以利用語言和概念 清楚地去把一切的事物 事情很有理罪 但是黑夜的世界是一個朦朧的世界 東西不是那麼清楚 我截然易分的 就好像一些未用語言和概念 把握之前的世界一樣 是比較朦朧的 而黑夜中甚至往往只有自己 不再需要理會世界和社會中的原有的秩序 所以白天也都跟生命、永恆、健全 這些被歌序的概念斜上關係 代表著這個滿有意義的公共世界 但是黑夜就用死亡、毀滅、殘缺等等 這些我們稱為私人的靈活 是比較接近的 雖然沒有那麼多人留意到 但其實主角有很多次暗示 他是喜歡黑夜而不喜歡白天 例如他曾經說過 在他幻想中完美的金角紙 背景就是黑夜 就算他第一次去看現實世界的金角紙 雖然入口看到的時候 他不單止覺得他不漂亮 還有點醜 但他晚上回去再看的時候 起碼沒有了這種覺得他醜的感覺 還覺得他點到少少的漂亮 這些都可以說 其實是點出了本書的主題 對 我也覺得我晚上比較漂亮 其實我也是 如果我轉著臉更漂亮 看我的背部 我也覺得是 看不到我的樣子 三刀游幾夫 我們聽得最多 都是他切腹自殺 我記得前幾年 香港國際攝影節 有一批三刀游幾夫的照片 可以在大街上見到電車 看到三刀游幾夫的眼睛 在巴士車身走過 在街上看著你 其實也挺厲害 我想這個來自一個很凌厲的 死亡的刑事 大家都知道他切腹自殺 又回不上一擊 其實三刀很有趣 他在很多本書裡 都有探討死亡這個主題 而這個其實也是 這本書裡的另一個重要題目 三刀游幾夫一直對死亡 是一種依戀 這件事是他在書中多次體驗出來 例如他雖然認為 存在在他腦海的金角紙 比現實中的金角紙更加美 沒有現實中的所有瑕疵 而且是真正永恆的存在 不像現實中的金角紙 會在時間才會中變成陳舊 變成醜陋 甚至會被來到金角紙參觀的遊人 和美軍去佔戶 但是說到底 這個永恆不變 不入塵世的金角紙 始終不是真正屬於主角 主角作為一個會死亡的人 他自覺度和永恆的金角紙 其實是異質的兩種存在 即是不同的 因為他心中的完美的金角紙 是不會死的 是永恆的那種金角紙 而他是一個會死的人 即使是現實中的金角紙 因為歷史仍然遠比任何一個個體都是悠久 而且可見的將來也會繼續存在 所以主角覺得他都是屬於永恆的那邊 不屬於主角自己 反而很有趣 當金角紙有機會受到盟軍的空襲的時候 金角紙有機會位於一帶 主角突然發現另一種味 而且是一種跟主角同質的味 因為他和金角紙都突然變得可以消磨 所以這一種味可以屬於主角 是同質的 在這個意義下 主角覺得現實中的金角紙 突然間和他腦海中的原味的金角紙 就重疊了 平時我們對於美的理解 是永恆的美 例如舉個例 我們覺得宏偉、堂皇、崇高的一些 談到永恆不變永遠的事物 是美麗 你覺得怎樣為美麗的女孩子 不用回答好像小華姐 千萬不要再說 好像小華姐的內心 這種永恆的美 就像高山大川 或者歷史悠久的宏偉教頭一樣 是永恆的屬於 但主角在這個角度 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有一種一瞬間的味 一種屬於變化當中的味 一種在事物滅亡的時候 然後張獻出來的味 就好像煙花 或者日本人很喜歡的櫻花藥 正是因為他們一瞬間 這樣展現出來的味 他們才是這麼美麗 如果沒有死亡 如果沒有毀滅 這種屬於黑夜的味 就不可能 大家可能知道 差不多最後 1970年的時候 有一次走去日本陸軍自衛隊的東部總監部 他綁架了總監 在總監辦公室的露台 向八百多位陸軍發言 呼籲他們應該要發動政變 救回原本屬於他們的日本 但最後當然不成功 甚至被人恥笑 而他就走到室內 然後撤腹自盡 他幫他介錯一個是他的愛人 另外一個 他有一些同性的戀人 我相信這個 可能是三島自己選擇 如何透過死亡 來張獻到他自己人生的味 有趣的是什麼 去到故事的最後 主角突然不風一轉 他追隨了美很久 一直尋找那種原味的感覺 但主角突然說 美是他的仇敵 一直追隨著美的主角 怎麼突然覺得美是他的仇敵 而且很有趣 到最後他火燒金國子的時候 主角原本是想著 跟金國子同貴於盡 但為什麼他最後又縮沙 明明他原本覺得 可以跟金國子 和貴於盡一起滅亡 是他最美麗的畫面 亦都是使得金國子的美 可以完全讓他所擁有的行為 但最後為什麼他不敢做 最後我們可以想到 究竟金國子象徵著什麼 很多評論人都會說 其實金國子可能是象徵著 三島遊幾夫 一直念念不忘那種 未西化之前的舊日本 那個以天王為中心的政治制度 仍然會被歌頌的武士道精神 等等 所以金國子可以說 他那一代日本人 在文化急劇轉變的大事實中 有些精神日記 但我覺得 或者我們可以嘗試 把這本小說的故事 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裡面討論 將它象徵的意義 拉伏一點 在這個意義下 這個紙其實可以 可以保住任何一個 我們心中的理想 而這些理想 當然一落實在現實世界當中 總是會走樣 變形 被其他人沾乎 就好像現實世界中的金國子一樣 例如呢 也都好像每一個人的愛情一樣 哈哈哈哈 我只是想說 我才搶著來說 也都好像每一個人博士的理想一樣 哈哈哈哈 最慘的是 我博士的理想是被我自己沾乎 哈哈哈哈 當然啦 這種被沾乎的理想 我們可以說 不再覺得這種是理想 不再有價值 甚至可以變成一種 鄙視現實的選語 現實世界不會有理想的存在 或者你一個選擇 就是可以選擇 嘲笑這個理想 摧毀這個理想 就好像故事主角最初 想和金國子一起被文君摧毀一樣 我們不要他 甚至要摧毀我們那個理想 但是你要明白 都是要摧毀他的時候 因為他是你的理想 同一時間 你都要摧毀了那個真正的自己 真實的自己 那當然啦 還有第三個選擇 我們也可以好像主角最後這樣選擇 就是呢 他最後很有趣 他最後就是不再接受被美這個理想所限制 所以怎麼會覺得他是仇敵呢 因為他發現了一直以來 這個所謂的理想 就是限制了他可以好好地走入現實世界 實踐他要做的事情 變成了他的仇敵 比如舉個例子 他裡面也會說 他跟一些女性親熱的時候 經常都會想起一些原味的金國子 的圖像 而不舉 我經常說 這個位置就好像 香港那些香煙包裝上面的宣傳品 就是他經常說吸煙會令我們不舉 會揚慧 這個位置可以說是三年後幾夫給我們的警告 沒事的 沒事的 OK的 可能呢 我們最後可以學似主角這樣 決定不再選擇我們心中的那個美 甚至去選擇醜 可以點一間香煙 跟自己說 我要好好地活下去 本節目是禁煙的 當然啦 差不多幾夫呢 自己做了這個選擇之後 過了14年 他都是改變了他的選擇 我以為他過了 其實他明白那個問題 甚至是他寫這本小說 我覺得 是他想說服自己 我應該放棄不再追求那個美 那是他心中的理想 可能是軍國主義 可能是原有日本 他應該放棄他 讓自己進入現實的世界 再有意義的東西 最後都是被原初自己說服了 他覺得他找回原本的那個美 的理想 就走了去 希望陸軍可以同在一起 正面 這本小說 我覺得 的確是令我們感受到 理想和現實的不同可能 我覺得是 如果是比賽你的話 大家怎樣選擇 這個是一個 對於每個人來說 你怎樣選擇 你自己怎樣選擇 我怎樣選擇 我當然選擇 嘗試做理想 在現實中實前 即使永遠都有些落差 我盡量令他比較接近我的理想 因為他嫌疏是山羊座 他非常現實 還有他做到死的 但我們主要問你 原本理想的愛情是怎樣 但有很多人 很好啊 我的愛情很好 甚麼不是你的愛情 你原本理想的愛情是怎樣 原本理想的愛情 是兩個平等自由的個體 大家無限制地 互相一起成長 然後我穿你的靈魂 你穿我的世界 多謝大家 希望有機會再想 將來見嚴叔 但其實我不會 我不會再給他機會 不要緊 我邀請小華上來 會給他機會 Bye 我們都玩過 我會怕你 有趣 今天